香港最繁华的城市一夜之间变为死城 大包厂上的十几名乘客是最后的幸存者 神秘疾病在他们之间传染 得病的人身上会出现恶心的斑块 末日和人性往往能混杂出意想不到的效果 这部电影在拍摄的时候 导演甚至需求一整个街道的人去给他们腾位置 电影的题材也很新奇 据说是为了隐喻当时的香港政治 嗨 又到了飞说电影时间 今天由我带你快速了解一部隐喻政治的电影 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望角开往大步的红威 望角是香港九龙最早开始发展的城市 引领整个香港的繁华 一辆红色的大巴车从这里驶过 车上共有16名乘客 待乘客坐骑之后 司机老肥带着16个人就出发了 这辆大巴车的目的地就是大步 车上的乘客很悠闲 有的人聊天 有的睡觉 有的在打游戏 对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浑然不知 车辆缓缓行驶 驶入了一个长长的隧道 隧道有些黑暗 除了隧道 乘客们突然发现自己的手机没有信号了 诡异的气氛在空中弥漫 大家虽然没有什么变化 可是每个人都觉得要出大事了 因为周边突然变得荒无人烟 有人拨打电话报警 也打不通 大步一片安静 好像整个城市的人都在一瞬间蒸发了 杰哥是个知识分子 从他的眼镜厚度就能知道 他对这件事进行了分析 得出的结论是 别人都消失了 这个世界可能就剩他们一车人了 妥妥的世界末日轮 其他的乘客对杰哥的猜想不屑一顾 认为他是在危言耸听 这时华爷又说出了新的线索 他说自己在刚才的隧道的时候 眨了一下眼睛 然后前面的车就消失了 杰哥说的有道理 但是消失的应该是我们 华爷觉得 他们可能在路上遇到了车祸 早就已经死了 现在说不定就在黄泉路上开着呢 听着华爷的分析 大家的头皮发麻 保险姐也站了起来 他是个女强人 看大家很担心自己是不是死了 就赶紧站起来 推销保险 老肥听着乘客们的言论很烦躁 因为他已经在这条路上 开了几十年的车 车机遛的一逼 遇到车祸是不可能的事情 别人可以侮辱他的身材 但是不能侮辱他的职业 否则死了都不能瞑目 说着说着 就把乘客们都赶下了车 分别之前 华爷留了个心眼 把大家的电话号码都存了下来 万一发生什么事情还能联系 离开大巴车之后 长发男看小美一个人就跟了上去 跟小美一边说一边聊 还对着小美诉苦 长发男说自己有一个女朋友 平时住在旺角 每次去找他的时候 都能希望到女朋友家坐一坐 可是女朋友防他就像防狼一样 这么多年过去了 别说女朋友的手没有摸过 就连他们家门也没有摸过 说完这句话 长发男转身一看 发现路边站着一个 打扮怪异的面具男 看起来就像是 《生化危机》电影里的那一种 身上穿的是防化服 长发男被吓了一跳 刚准备叫小美 就发现小美用一种极其怪异的表情和眼神看着她 头发居然也无缝自动 长发男被吓了一跳 然后一切恢复正常 长发男觉得事情不对 就决定回去找自己的女朋友 他心里只有一个想法 就算是死 也要摸摸女朋友家的门 坐坐女朋友家的沙发 画面一转 一个翻着白眼 浑身抽搐的脸出现了 这是车上的乘客 阿白 跟他们一起的人还有三个人 三个人刚回到宿舍 就看到阿白像是被推进了焚化炉 全身都已经被烧焦了 三个人转身就跑 这种爆发性的速度 估计伯尔特也追不上 在三个人狂奔的路上 长发男骑着自行车 跟他们打了个照片 三个人向长发男求救 但是长发男心中 只有自己女朋友家的门 哪里顾得上他们 长发男不知道的是 身后向他求救的三个人 一边跑身体一边在变化 脸越来越肿 甚至变得猙獰 就像是一个赖寒木精 跑着跑着 他就倒在地上 三个人全部变成碎石子 连毛都没有剩下 长发男仍然在登自行车 狂登了几下 终于找到了女朋友的家 却发现女朋友家 早就人去楼空了 好像很久没有人住了 就在长发男纳闷的时候 电话响起来了 与此同时 大巴车上的十几号人 电话都响了 电话里没有人说话 只有甚人的音乐声 华爷觉得事情太诡异了 就群发了短信 让大家在路口处的餐厅会合 隔天早上 大家都到了这家餐厅 长发男把自己 遇到了面具男的事情 告诉大家 大家集思广益 还把电话中的音乐 给破解了 这段声音 破解之后 表达的意思是 救命 就在大家沉浸在 恐怖的情绪中时 电话又一次响起了 这一次 电话铃声 直接植入了解密软件 又一段话出现了 我就在远处 静静地看着你 这段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实在是不理解 突然 摇滚男说出了答案 这是一首摇滚歌词 说着说着还唱了起来 大家没鬼摇滚男 这个神经病 一心只想推敲出真相 可是车上的乘客之间 没有任何联系 坐在车上全凭缘分 也没人在车上 遇到之前可疑的人员 就在大家一个个 想要变成柯男的时候 爆炸声响起了 浑身冒着火的人影 从他们身边飞驰过去 摇滚男被烧死了 长发男看 倒地的摇滚男变成了炭 正想着 要不要趁着火烤个红薯吃 面具男再一次出现在 他们视线中了 于是大家一鼓作气 把这个面具男给抓住了 但是大家没有想到 这张面具下面 逐渐是一个小日本鬼子 小日本鬼子竟然逃脱了 就跟大家说了自己的来历 他说自己是长发男的小学同学 名叫窝梅头发 之后出现在这里 就是为了救大家 长发男听完赶紧批扬 说自己根本不认识 这个小日本鬼子 然后窝梅头发就跑了 没走之前还说了一句话 我一定会回来的 辅导 怀疑和长发男没有去追 因为他们看到了一具尸体 就躺在路边的花坛上 死的这个人 就是大巴车上的女乘客 女乘客身上衣冠不整 一看就是遇到侵犯他的流氓 长发男当时就怀疑 是刚刚逃走的窝梅头发 为了验证窝梅头发说的话 他跑回了自己的家 把以前的同学路的照片拿了出来 发现上面竟然有窝梅头发的身影 长发男开始怀疑自己了 就在这时电话又响起了 是他的女朋友打来的 令人奇怪的是 女朋友跟长发男说话的语气特别激动 甚至有些质疑 女朋友跟长发男说 高家庄发生大爆炸之后就找不到你了 搜救队把高家庄方圆几十里的地方都找遍了 你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我找了你整整六年 这六年你都去哪里了 长发男听到女朋友说的话 感觉有些蹊跷 但是手机信号又断了 女朋友再一次失去了联系 长发男念如死灰 失魂落魄地走到了大家聚集的餐厅 就在这时坐在角落的墙仔面容憔悴地站了起来 倒在地上化成一滩血水 这已经不知道是死的第几个人了 现在大巴车上的所有人都有了下落 除了喜欢磕粉的丧哥 死掉的人唯一的联系就是身上都有很多斑块 大家知道也许下一个死的就是他们这些活着中的一个 长发男想了想女朋友说的大爆炸 认为是大爆炸引起的传染病 就像是核电站爆发辐射 这里不能再待下去了 想知道真相的话 就要去高家庄 看看到底有没有爆炸 这个提议获得了所有人的支持 万事俱备 只差老肥修车 画面一转 老肥把车修好了 可是他不知道 车后边还坐着一个男人 面目可憎 跟丧尸一模一样 这要是放在丧尸堆里 起码能混个丧尸小队长 这是丧哥 他磕了许多粉 所以踩在大包车上没有下去 老肥被吓了一大跳 想了想强犯难缩的传染病 直接拿了一个半米强的大砍刀 把三哥赶了下去 终于老肥赶到了餐厅 可是餐厅的气氛变得十分不寻常 原来女乘客一关不整地 死在路边的案子破了 俩混混一个口误 说出了真相 他们下了大巴车之后 盯上了独行的女乘客 想要在乘客面前 施展男人的雄风 他们把女乘客拖到路边 准备好好爽一把 可在这个过程中 女乘客死了 身上还出现了很多斑块 两个人快看吐了 后来两个人又听到长发男说 这种斑块会很快传染 两人就觉得自己死定了 他们的行为受到了谴责 不知道谁起的头 大家都支持一人一刀 杀了两个小混混 法律在这个时候已经不顶用了 只有暴力才能宣泄人的真实欲望 也只有暴力能够制定秩序 谁有施暴的力量和资格 谁就是新时代的上帝 大家你一刀我一刀 刀子被一刀刀地插进小混混的身体里 小混混最后死的时候 身上不知道插了多少窟窿 杀过人之后长发男开窍了 他想到了那个日本人最后说的两个字 福岛 福岛的核泄漏事件 世界闻名 他们这里是不是因为爆炸导致核泄漏 所以整个城市没人了 为了找到真相 大家把尸体处理之后 很快地开往高架庄 还做了全面的准备 方化服都穿上了 可是大家出门之后 发现门口站了很多人 全是面具男 甚至还有装甲车 目的很明显 面具男不让他们离开 大家坐上了车就跑 装甲车就在后面追 一番追逐 大巴车成功地跑赢了装甲车 就在大家松了一口气的时候 天空上飘起了红色的雨 世界变了颜色 被老肥赶下车的丧哥出现了 脖子上还挂着半米长的大刀 丧哥很淡定地说想要搭个车 大家涉于丧哥的恐怖没敢来 丧哥就坐上了车子上 老肥也笑着附和 大家安心地回忆曾经发生的事情 大巴车向着高家庄的方向驶去 电影到这里就收尾了 电影根据小说改编 但只拍了小说的前半部分 题材内容太过宏大 电影根本无法承载 而且这不算是惊悚片 也不算是恐怖片 很多镜头就在隐喻政治 只是有些晦涩难懂 如果电影能拍下一部 串联起来看的话 应该会是不错的效果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观众朋友们 如果有什么想看的电影 欢迎在下方评论留言 告诉我哦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点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期见